現在周董要迎接第二個打席 挑戰艾普勒 第一輪來說的話 唯一位上蕾球員就是周思琦了 獲得了四壞球保送 這次設定第一個球就要出棒了 第一個打席當時艾普勒面對周思琦 是連續投了三個壞球 有了 對手帶起來 中右半邊落地 安打出現了 周思琦今天連續兩個打席都上了 不像上個打席一上來 沒有太多好球可以打 但這一次積極的出棒 連回兩個球最後終於打出了一支安打 這場比賽中心兄弟團隊的第一支安打 也是周思琦個人生涯第1805支安打 從現在的台北大巨蛋 最後往前送的這個軌跡 確實是讓球順利形成一個安打 不然球如果是有點把他再拉回來的話 可能就很有可能會形成二壘正面的滾地球 守民打者率先上壘 一分落後的中心兄弟看一下接下來 要怎麼樣執行 嗯 總內角 拉 拉 拉著 中心 四旅下 大概模式禁止 不過中職是 對 好 請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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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